你好,我是刘奶爸 这个章节我们要讲的是讲师的必修课 个人品牌推广失败的七大原因 第一,没有持续的创作 创作形式可以包含文字、插画、照片、影片 所有的创作都能让自己持续的曝光 访客会感觉你一直专注和坚持你的本业 就会更有信心去购买你的商品或服务 第二,没有大量的分享 辛苦的创作却没有大量的分享到自媒体的所有平台 就等于一个埋头苦干的员工 没有让老板看见你的努力 那么你的努力就等同于白费功夫 记得要将你写的Blog文章或制作好的影片 分享到脸书的粉专 LINE的动态贴文串 LINE的官方账号、YouTube、IG、Telegram等等 任何一个您有在经营的平台 让你的创作被最多的人看见哦 第三,没有付费的推广 适时的购买付费广告 行销自己会更快 拨一些行销预算 在脸书广告和Google的广告吧 许多人只专注在免费的行销方式 不愿意投资一些广告预算 其实要转变一下心态 付费广告是节省行销时间的手段之一 当然,多学习广告工具的操作技巧 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花费 这也是网路行销必做的功课哦 第四个原因 部落格的文章忽视了SEO 撰写部落格是经营个人品牌必做的功课 因为搜寻引擎就是喜欢收录部落格的内容 我们提供的线上开课平台 内建的部落格系统有很棒的SEO架构 配合我们提供的相关课程 能让您的文章排名要上搜寻的第一页 但是写文章并不是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不是在写日记 高排名的文章一定要先定义好 你想被排名的关键字是什么 并且针对关键字的方向去写 这部分请记得收看如何写出高排名的文章课程哦 第五个原因 乱家好友受众不精准 千万别因为想要让自己快速的曝光 就乱家好友 表面上看起来数字比较好看 但是试想一下 那些对你的服务和课程没有兴趣的人 对你来说只是浪费时间 如果你是乱买脸书粉丝专业的好友 那未来打付费广告的时候 反而找不出精准的受众 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 不如花时间去经营内容 再让有兴趣的粉丝自己来加你 例如YouTube的订阅数啊 脸书的按赞数啊 让你官方招好好友的数量啊 还有IG的追踪数等等 第六个原因 没有收集名单的习惯 所有可以曝光的媒体 都记得去尽量收集访客的email和手机的号码 例如YouTube的说明栏位 可以留下名单收集页的连接网址 IG的首页可以留下连接 LINE的官方账号可以群发或在底部选单留下你的连接 有了访客的名单 将来就可以主动群发email或手机的简讯给他们 这些都是您的潜在客户 未来都有可能透过持续的沟通 而有机会成为您的客户哦 第七个原因 没有安装追踪像素 脸书广告像素和Google的分析器 可以安插在网站里面 开个平台里面可以让您安插像素 所以不要去使用那些免费无法安装像素的部落格平台 广告像素可以让来过网站的人留下记录 将来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可以针对那些曾经到过网站的人设为自定受众 对他们投放一次或二次在行销的广告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